宗主,杀了奸细,杀了他们! 人群之中,一名女弟子率先呐喊出声。 随即,众弟子附和之声皆是响彻天际。 杀了他们,杀了奸细! 杀了奸细,杀了他们! 谭云白手示意众人安静,扫视十二股势力为首奸细。 一个个地说,你们的背后是何势力? 第一对为首男子神色呆着。 我们是永恒仙宗的人。 第二对为首女子如实说道。 我们是神魂仙宫的人。 我们是上古金族成员。 我们是上古中离一族。 我们是隐氏家族中吴家族。 我们是拓跋圣宗皇室安排进来的。 我们是唐尊圣朝皇室。 我们是南宫圣朝皇室。 我们是上古慕容一族。 我们是隐氏家族,齐里家族。 我们是隐氏家族,斯鸿家族。 听完之后,不带谭云开口, 谭台宇早已气得老去发颤,怒及凡笑。 天发山脉两大古老族门, 然之我皇府圣宗也便罢了。 老朽是万万没想到, 上古六族来了三族, 四大圣朝更是一个不拉。 就连三大号称不问世事的阴氏家族, 也派人混入到了我皇府圣宗。 此刻,不仅谭台宇气到发疯, 其他高层也是如此。 许致这些强大的势力, 几乎已经是天罚大陆一半的势力了。 云儿统统杀了他们。 祖父息怒。 谭云连忙搀扶住谭台宇。 祖父,云儿问您几个问题, 再处决他们。 好,你说。 谭云并未立刻询问, 而是心中暗存。 如今我已收回金泥, 木心轻盈, 活物仙尘寂灭六柄神剑。 还有五柄单数性神剑, 一柄鸿蒙式神剑没有收回。 其中两柄单数性神剑, 如今应该在唐尊圣朝。 鸿蒙式神剑, 应该在神魂仙宫。 那么还有三柄会在哪儿呢? 当初我永恒之地失恋时, 进入藏神深渊寻找洪荒神处。 他告诉我共有十一位老者一起盗取神剑。 除天伐山脉三大古老宗门祖师爷之外, 还有拓拔陈远, 南宫冲须, 木骨峰, 黄甫陵云, 唐湛峰, 齐里如絮, 黄甫陵云, 似红如空, 众无常存。 梦已说过, 木骨峰是牧家仙人, 唐湛峰应该是唐族之人, 这两人当时各得一柄鸿鸿神剑, 而唐湛峰的后人唐永生, 待人覆灭了木峰圣朝皇室, 夺走木骨峰留给后人的神剑。 这么一来, 剩下的三柄鸿鸿神剑, 当年定在拓拔陈远他们其中的三人手里。 谭云一念及此, 便询问谭台宇可知那六人来历。 谭台宇虽不知谭云此刻问这些作甚, 但还是耐心解释, 云儿, 拓拔陈远是拓拔圣朝皇室曾经的圣主, 南宫崇虚也是南宫圣朝曾经的圣主, 皇妇陵云是皇妇圣朝曾经的圣主, 同时还是祖师爷同父异母的大哥。 只是此人心狠熟辣, 我宗祖师爷被迫脱离了皇妇圣朝, 后来实力大增, 才建立了皇妇圣宗, 与皇妇圣朝反目成仇, 成为了死敌。 至于四红如空, 其离如絮, 还有中武长存, 三人乃是天乏大路, 三大隐氏家族的家主。 谭云点头表示明白, 同时他也知道, 今后在这些人的圣朝和隐氏家族, 便可找到剩下的三柄鸿蒙神剑。 云儿, 莫非是发生了何事? 你询问这些干什么? 祖父, 云儿只是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, 所以才有此疑问。 嗯, 云儿, 你快将剑西处死后, 好好和祖父说说, 你之前说玄仲, 长则五十载, 短则二十年, 还会回来, 是何意呀? 还有仙儿, 这孩子因为玄仲的死, 他现在把自己封闭起来闭关了。 唉, 传音此处, 谭谭语心痛地说不出话来。 祖父, 带座门安定下来, 云儿会去找仙儿的。 谭云传音过后, 神色陡然一速, 圣门执法大长老听令, 属下在。 将这些奸细带走, 统统是杀了, 尸体扔在山间喂妖兽, 属下遵命。 宇文封军领命之后, 便叫来一千六百名执法核心弟子, 将一群奸细带走。 谭云则腾空而起, 凌空立于千丈虚空, 发肆飞舞之际, 释放灵石笼罩众多弟子。 所有人仰手, 看向本宗主的眼睛, 为令者杀无赦。 说吧, 谭云双目奔设妖艺红蛮, 施展鸿蒙神童。 绝大部分弟子立刻仰手挺胸仰视谭云。 宗主, 饶命啊, 宗主。 宗主不要杀我们。 宗主, 宗主, 我们也不想做奸细, 可是我们别无选择, 上面安排了, 我们就得来啊, 宗主。 宗主, 我们真的知错了, 宗主, 我们会背叛我们的家族, 我们的圣巢, 求求您, 饶我们一条性命吧。 一时间, 撕心裂肺的哭泣求饶声不绝于耳, 足有数万人匍匐在地, 瑟瑟发抖不断叩首。 这时, 神域静八重的争离心儿, 脑海中飞速旋转思绪。 我乃神域静八重, 就算挟持谭云重要的人, 也未必在重强者的窥矢中全身而退。 还有伯叔, 司徒无痕, 金向海, 拓跋擎天, 他们之所以被谭云控制, 是为他们身负重伤, 灵魂变弱的原因, 而我并非负伤, 我就不信, 谭云可以控制住我。 只要撑过了今日, 前后我在力某出路离开皇府圣宗, 离开前, 我要谭云血债血肠。 经过一番分析后, 钟离心儿抬起头来, 看向谭云的瞬间, 他当即装作神色呆质的模样。 毫无疑问, 他实在豪赌, 输了自己命丧皇权, 赢了便可化险为夷。